平遭刑事起诉 特朗普能否脱困 寻求连任 拜登面临怎样的挑战 除了特朗普 共和党还有别的选择吗 美国选举大乱斗 司法系统是否已沦为党争工具 环球交叉者马上开始 环球视野交叉观点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 我是主持人袁明 如果说2021年的国会山骚乱 揭开了美国政治乱象的帷幕 那么近期的行诉大乱斗 就标志着美国政坛闹剧 进入了新一幕的高潮 就在日前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四个月来第四次受到刑事起诉 而针对拜登之子的调查也在加强 这一系列事件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明年的总统大选 有可能是美国历史上一场奇怪的选举 大选会不会演变成一场 关于特朗普个人命运的全民公投 又都是些谁在为这些诉讼推波助澜 政治极化 党争激烈 美国政治到底出现了哪些深层的问题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 一系列的指控之下 特朗普会有牢狱之灾吗 考虑到美国政治的游戏规则 大概率不会 不入白宫 就进牢房 特朗普困住游动 别无选择 很难把他投放在监狱里面 指控会让特朗普的支持率升高 可是也会有其他的消极影响 您认为是什么 会带来两面性 最大的消极影响就是会离间中间选民 越指控 越坚挺 特朗普靠他的基本盘 应该是一把双刃剑 党争的不断计划 在美国哪些领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所有的领域 不光内政还有外交 这样会削弱美国的国际领导力 政治衰败 经济低迷 民意汹汹 选民遭殃 进一步撕裂美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 前瞻一下 您认为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 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大概率仍然是拜登和特朗普的对决 暴力与阴谋齐飞 党争与宫斗一色 两位老人的死命对决 当地时间8月14号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因涉嫌推翻 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 在佐治亚州受到13项重罪指控 这份起诉书由佐治亚州 富尔顿县高级法院发布 涉及包括特朗普在内的19名被告 共有41项罪名 其中特朗普被控13项罪名 其他被告包括前白宫办公厅主任 马克·梅多斯 以及特朗普律师鲁迪·朱利安尼 约翰·伊斯特曼等人 起诉书写道 特朗普在2020年 美国总统选举中败选 佐治亚是他输掉的州之一 特朗普及其他被告 拒绝接受其败选 并蓄意参与非法改变选举结果 使之有利于特朗普的密谋 特朗普律师团队随后发表声明称 起诉书以及整个调查起诉过程 有缺陷且违宪 特朗普一直否认自己有不当行为 并指责针对他的调查起诉 是受政治驱使 但本周四8月24号 特朗普前往佐治亚州首府 亚特兰大自首 就该州提出的13项罪名 接受处理 这意味着特朗普主动到庭 接受庭审 但并不承认犯罪 此前一天晚上 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首场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辩论 特朗普也没有参加 今年以来 针对特朗普的刑事指控 不断浮现 3月底 台银涉嫌在2016年竞选期间 向燕星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一案 被纽约警方提起刑事起诉 成为美国史上首名 受到刑事罪名指控的前总统 6月特朗普因涉密文件门 被控37项联邦刑事重罪 8月初 美国一个联邦大陪审团 针对特朗普 涉嫌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 提出4项刑事指控 包括密谋欺诈美国 密谋妨碍官方程序等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 目前特朗普面临的刑事指控 总数达91项 分析认为在2024年 美国总统选举拉开帷幕的背景下 特朗普接连受到犯罪指控 既体现出其自身存在污点 也体现出民主党打击对手的政治动机 或将进一步加剧 美国政治和社会撕裂 当地时间8月14号 佐治亚州的大陪审团 绝对对前总统特朗普提起诉讼 指控他在2020年总统选举期间 试图推翻该州的选举结果 如果我们没记错的话 这是他今年第四次受到刑事指控 我想请一下腾建群老师 先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次威胁大吗 对他来说 我觉得跟前面三次比的话 威胁并没有那么严重 这次为什么说他要想翻盘 他主要是在佐治亚州选举结果 第一次公布之后 他就想翻盘 当时我们看到 拜登跟他的得票率只差了0.5% 所以很低的这样一个概念 他翻盘的想着搞一次重新再来的主要的考虑 而且这次很有意思是佐治亚州一个叫富尔顿县的地区检察官 叫威里斯 他对他进行了整整两年多的调查 王鹏老师 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 一个是这么长的时间 这位检察官为什么对他死死咬住不放 然后这一次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 对他提起了诉讼呢 我觉得时间包括地点都挺值得王位的 一个呢 佐治亚州啊 本身他就是美国六大或者有的时候八大 这个摇摆州之一 而且恰就是去年年底 这个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啊 也是两党可以说是集结重兵 投入重资 就是要争夺这个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点 不管是从民主党 还是从这个反特朗普的反对者来讲的话 如果从佐治亚州 从他这个来发起一个审查 不管是花两年还是更多时间 这个时间成本 金钱成本 成本对他们说都是非常值得的 他被被告啊 我们刚刚说除了特朗普之外 还有他的这个律师朱利亚尼 还有白宫前办公厅主任梅多斯等18个人 而且这个是涉嫌敲诈勒索罪啊 那听起来这敲诈勒索 是有组织犯罪分子采与适用的罪名 最高据说可以排20年 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罪名 来对特朗普进行行诉 也许这样一个罪名呢 只能按在特朗普头上 可以把它按住 可以把它送到牢里边 但是即使把它送到牢里边 我觉得也不会影响 特朗普的政治生命 就到此就终结了 他还会继续在美国政坛 互封换语 继续在这个 甚至在牢里边 这个参加选举 刑事罪跟其他罪 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因为 他不单单是对于宪法的违背 而且它是一种 这个危害社会的一种行为 所以把这个罪名 弄得非常之严重 可以一下子通过这样一个 不单是在这个法律层面 把特朗普给按住 另外一方面 老百姓有这样一个心理想法 就是说特朗普真是一个不说法的人 那么我在接下来投票当中 我想一想要不要投给特朗普 还是投给民主党 投给拜登 是 我看到这个美联社说 赢了上朝 输了坐牢 这是给他特朗普批的八字 而且这个2024年的大选 有可能是关注他命运的一次 这个全民公投 因为我们看到有这个 一所谱的这个民调 就是说一旦特朗普如果 被判重罪的话 可能45%的共和党支持者 说不会投票给他 会不会有这么糟糕的结果 出现对特朗普的影响 真的有这么大 我想首先特朗普会不会 因为这些刑事诉讼 最终郎铛入狱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我个人认为 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 其次因为首先我们看到 目前对他这些起诉 很少有实锤的证据 其次就像刚才滕老师讲 即便他被定罪了 他仍然是按照美国的宪法 仍然是有这个资格去竞选的 当然除有一个例外 就是说如果说在2021年1月6号 国会山这个骚乱事件 那么最终特朗普被判 这个是幕后的这个煽动者的话 那么根据美国宪法 第14条修正案的第三款 他就泛有了这个所谓的 煽动叛国罪 这个会被剥夺这个获选的资格 除此之外 他都是可以正常的去参选的 所以呢我想 这个首先他被定罪 我觉得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其次即便被定罪 他可以继续参选 那么综合以上两点 我认为这个并不会影响 他在共和党内的 目前的这样一个领先的位置 可是这个今年 他我们刚才说 已经第四次刑事指控了 不断的应诉 不断的出席 据说律师费已经花了4000万美金了 你觉得这样反复应诉 王胖你觉得会给特朗普 带来哪些复杂的因素 我觉得可以分两个阶段 首先初选阶段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不是跟拜登竞争 而是跟共和党 党内的同僚竞争 那么在这个辩证之下 至少从目前来看到 特朗普很得意啊 他说你们越打官司 我名气越大 人气越旺 我人气越旺 对 他这个还真不是吹牛 因为到目前为止 就共和党那些粉 特朗普那些维粉 那些铁粉啊 他们就认死理了 这一定就是民主党党棍 拿着司法 政治化 邪恶化来作为武器 来污蔑特朗普的 所以对他的支持率度越大 所以我们看到 半年前 德桑蒂斯和他的这个 支持度啊 相差还不是那么大的 大概是1比2 到现在大概是1比3.5了 这个支持率变化很大 但是呢 如果到了第二阶段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实际上是 他和民主党之间 争夺那些中间选民 争夺摇摆州的温和派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就像您刚才讲的 那确实 民主党的这个手段 这个策略 是有可能把这些人吓跑 说你们选了什么呀 这一个犯罪分子 每一个毛孔里 都留着criminal 你们怎么还能选他呢 所以我觉得 还有一个深层背景 其实特朗普 非常善于制造撕裂 比方说 他并不是一个 虔诚的福音教派 但是呢 他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 福音教派的保护者 带头大哥 那么他不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 保持这个平民意识 这种这个领袖 但是呢 他认为 他是这个 能够保护 欧洲与白人的 这样一个大哥 所以你看 他现在这些 基本盘来说的话 在这个2020年 选举结束以后 基本上没有变化 7400多万张票 一直在那压着 那么为什么不走呢 因为在美国 现实政治当中 现在已经没有 是非曲职 没有说这个正义 非正义 没有说罪犯 还是这个好人之分 他更多呢 就是要选出一个 你是不是我带着大哥 你是不是能保护 我的这个利益 他忠实的选民来说 不管你犯什么错误 不管你犯什么罪 我都会跟着你走 你是我带着大哥 就是铁粉 而且他打造了自己 这样一种受害者的形象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你看为什么 两年半之前 他们不起诉 意思就是民主党人 要打压他的 这个竞选之路 那我问一下 这个王浩老师 其实相比 其他的这些指控 这一次 佐治亚州的 这个证据 似乎更为确凿 也有电话等等 对美国的 这个宪政体系的冲击 应该说也是更加的强烈 你觉得他会造成 怎样的冲击 这个当然 我们按照传统的理念来讲 对美国的宪政体制 是冲击非常大的 它甚至是 上升到 这个宪政危机 这个层面 但是问题就在于 现在美国国内的 政治生态 它是已经过去 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就现在就像 刚才滕老师也提到 现在不问是非对错 只问你的这个立场 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如果你是 这个特朗普的支持者 你不管他的这个行为 怎么样 你都要支持他 就像拜登 在过去执政两年期间 这个民调支持率那么低 执政的这个政绩 发善合成 那么民主党依然在 2022年的中级选举当中 有这个超预期的表现 所以这个种种现象 就表明现在美国政治 好像在这不如一种 概化的状态 也就是说 两边的这个阵营 在越来越固定化 就是说不管 他们所支持的 这个政治人物 他个人的私德怎么样 他的这个执政的能力怎么样 那么都有相当一大部分 群体的这个选民 是会固定的支持他们 所以我想 这就反映出来 美国现在 他的民主确实是在衰败 就是不问你的这个 个人能力 执政的政绩和个人的品德 只问你的立场 对 我们看到今年特朗普 先是三月初有 关于他之前给这个 宴兴的这个所谓 封口费事件 遭到指控 刑事起诉 然后呢 又因为泄密这个文件 泄密文件门 有37项联邦 刑事重罪 再加上这一次的 那么 他的总的刑事 指控数达到91项 我也很想知道 这跟选举到底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他的这个竞争对手 在推波助澜 那么这些竞争对手 到底来自于 民主党阵营 还是来自于共和党内部呢 王鹏老师怎么看 应该是兼而有之 但可能主要的 还是来自于民主党阵营 我可能有一个 不太成熟的观点 就是以特朗普 这次的这个竞选 包括上一次 他的竞选 为这个分界线 可能以后 美国的政治 美国的选举政治 会有韩国化的 这种背景 就是以前 从二战以后到现在 美国总统呢 基本上这个选举啊 虽然选的时候 打得很厉害 但是基本上 落败的一方呢 还是能有个善终 包括尼克松 他也是属于软着陆了 但是未来 会不会就像韩国那样 就是历届总统 基本上没有善终的 清瓦台的 我上来我清算你 你上台 你必要清算 我不清算 这一篇翻不过去 很有可能会走这个方向 确实现在一个 很明显的趋势 或者特征 就是两党 好像都把这个党派的利益 或者基于党政的利益 凌驾于整体的国家利益之上 凌驾于 甚至凌驾于这个宪法之上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不管是民主党也好 特朗普也好 似乎都在为了 个人的政治利益 去做一些非常极端的事情 其实他们归根到底 不是说真的是想要 想要把这个国家 这个撕裂 而是说 是为了自己的 政党的利益 为了这个选票也好 或者说为了选举上台也好 是为了自己的撕裂 我们来看特朗普 接下来他有一个大观 就是面对党内的 竞争者的挑战 我知道这个滕老师 一直有一个新头号 就是这个佛州的州长 二号种子选手 德桑提斯 之前呢 我们看到这个 二月的时候 今年 这个特朗普领先 德桑提斯只有2% 可是呢 到了目前八月份 我们看到 现在的这个 特朗普的领先 优势是多少呢 34% 有点越挫越勇的味道了 为什么他们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就是美国政治生态 现在对于任何一个 候选人来说的话 他不看你的能力 而就看你怎么样 制造失利 制造话题 而特朗普非常善于 利用美国 现在这种政治生态的 这种现状 来为自己 谋取这个失利 他不在乎这个社会的改变 也不在乎美国的民主 他就是说 我只要能够实现 我这个博取上位这个目的 我就会这个做一切 第二个呢 从这个美国共和党内来说的话 非常老化 其实从这个20年前 我们都知道 共和党就开始提出要改革 但是改不了 就是这帮老化的这些政客 把持着共和党的 老白男 对 基本方向 你很难往前走 你看现在都70岁 80岁这帮老的共和党人 所谓建制派也好 所谓新生代也好 那么对于怎么样改革共和党 他们是有这个计划的 但是计划落不了地 同时向特朗普支流 那么趁虚而入 德桑蒂斯应该说 从一个干部的培养来说的话 他是非常丰满的阅历 比方说他受过良好的教育 几个名牌大学 他都读过 当过兵 有这个参战的阅历 同时他的家族 还是跟这个意大利 意义的这些美国民众 还有密切联系 那么他当过州长 对吧 他整个一个下来来说的话 他的履历非常完满 作为一个 完美候选人 作为一个政治候选人来说的话 这些阅历 对他怎么样 这个治理一个州 甚至治理一个国家 它是非常必要的 而特朗普总算 特朗普是以经商的模式 经养美国 经营国际关系 只要你给钱 我就给你搞关系 不给钱的话 我就敲你 所以使得美国在国际上 他的这个信誉 所以现在来说 共和党内也出了问题 那么让特朗普这种人 趁虚而入 所以这是一个 美国民主的具体现状 我们看到纽约时报说 现在的态势 已经是特朗普 和其他所有人的竞争 他的这个话 说的非常有意思 他说特朗普扮演了主角 德桑提斯则是开场嘉宾 你觉得他有翻盘的可能性吗 德桑提斯还有机会吗 我觉得以目前的这个态势 和趋势来看的话 他的可能性很低 为什么呢 现在的美国 是一个民粹的时代 民粹的国家 德桑提斯也好 还是其他那些民主党的 建制派的是吧 他可能是东西海岸的 大学教授 文志彬彬的 他很有知识文化 但是他不能上街 他不能放火 搞事他不行 但是特朗普他能一呼百应 我说冲击白宫 就冲击白宫 冲击国会 就冲击国会 所以大资本他看到之后 他看这个有赢面 有笨头 那我就支持他 一支持他之后 金钱到位了 马上他的选战 他的铺天盖地上来 所以这两个 是形成一个正面的 正向的循环 所以推动这个民粹主义者 在一个民粹的时代 能够问鼎保座 他这个逻辑 那为什么用滕老师的话来讲 这么完美履历的一个候选人 德桑提斯 就是赢不过特朗普 德桑提斯确实他前段时间 在一些问题的表态上 暴露出了他的一些弱点 那么在这样一个激化的 包括党内分裂的状态下 他就会被放大 包括他在俄乌冲突上的表态 包括他在一些文化战争 议题上的表态 被人抓住了辫子 另外我觉得 更深层的一个问题 就在于说 他怎么样处理 跟特朗普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共和党内 有这么几派 但是德桑提斯跟特朗普 都是属于民粹派 所以他其实是 借特朗普主义上位 但他现在又要面临 怎么样去处理 跟特朗普本人的关系 所以一个现实的问题 就是说选民 如果是想要选一个 民粹主义的政客上台的话 那特朗普就在那里 那他为什么要选一个 特朗普化的共和党人呢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德桑提斯 我觉得面临的一个 结构性的困境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共和党内部呢 他是现在不太感动特朗普 那么你说这些共和党 包括建制派的 这个民粹的 还是这个 还有气墙的 还有还有其他的这个 好像是这个 左右逢源的这些共和党人 他敢动特朗普吗 不敢 因为特朗普这个盘 已经固化在这个地方了 你要是把他给 把特朗普给弄下去之后 我相信那共和党 可能在跟民主党 在较量的时候 那可能他输得更惨 所以呢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 就显示出共和党的尴尬 特朗普到感到 他这个反正我有这么大的盘子 支持我 我有这么大的基础 有这么多选民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你要去 离我而去的话 那你共和党就完蛋了 共和党其实也非常担心一点 就是特朗普 如果他抛弃特朗普的话 特朗普会不会 作为这个 再搞一个党 独立的 独立候选人 或者再搞一个党出来 那这会把大量的 这个共和党选民带走 这个对共和党来讲是恶梦 说到选举 你看这个官司缠身的特朗普 似乎是被美诉一回 这人气就高涨一点 而且拿到的钱也更多一点 这一次四月 我们看到第一次被起诉之后 一夜之间就有 400万美元的捐款 那么接下来 民主党对于特朗普 武器就只有司法诉讼了吗 当然了 除了这个用司法的手段 当然了 我觉得民主党建制派 也非常善于 比如说通过主流的媒体 把特朗普 包括一些共和党 在他们看来的 所谓的民粹主义者 无名化 把他们描述为 分裂主义者 极端主义者 那么以最大可能的 来在中间选民群体当中 营造一种 他们是一群坏人 就包括拜登执政之后 非常强调 要重振美国的民主 所谓要 这个重塑美国的国家之魂 那么这个其实 言外之意就针对的是 特朗普所代表的 这个民粹主义的力量 极端主义的力量 所以王老师的观点就是 这是民主党的一个局 让你们在内部 把特朗普 所有的支持者 票都催出来 然后让特朗普出现 结果呢 一个名声 已经很坏的特朗普 再跟拜登的民主党来斗的话 就斗不过了 中间选民会抛弃他 所以是民主党下了一盘好大的棋 这也不一定 反正它是肯定有附带效应的 不是说通过法律诉讼 让这个选民认为 特朗普是个罪犯 是个坏人 那么老百姓就不选他了 其实就像我们看到的 相反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 他很享受 表面上看他很享受 这种被反复起诉 其实在美国的法律来说的话 随便一个地方的法官 都可以对任何人提起 这个法律诉讼 所以你看现在 有这个佛州的 有纽约州的 现在佐治亚州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相信民主党人 一方面有些法官 为了出名 也不惜拿着领导人 来开玩笑 来开算 那么或者是 那么利用民主党 现在这种诉求 其实我们看在民主党内部 比方说在佩洛西 当众议院议长的时候 那么就带着民主党 对于特朗普总统 进行第二次弹劾 他其实知道弹劾不了 那么为什么还要弹劾呢 他就是要羞辱 甚至给选民造成一种印象 但是使得其反 所以这种 不管是弹劾也好 还是法律上的 行事诉讼也好 它是有两面型 赢了上朝输了坐牢 2024年大选 成特朗普个人命运公投 滥用司法手段 两党开启党争磨合 共和党还愿意回归 特朗普式政党轨道吗 儿子官司缠身 拜登如何解决 剑拔弩张的政治氛围 会催生更多的暴力吗 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目前 2024年 美国总统大选 驴向两党的主要参选人 已经基本浮出水面 在民主党阵营中 除了现任总统拜登外 其他已宣布参选的两名候选人 是畅销书作家威廉姆森 和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侄子 小罗伯特肯尼迪 跟民主党只有三名候选人相比 共和党内则是狼烟四起 提名斗争激烈 共和党已经宣布参选的七名候选人包括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斯科特 前阿肯瑟州州长哈克森 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力 电台主持人埃尔德 以及生物技术企业商人拉马斯瓦米 不过从目前初选的选情来看 拜登和特朗普分别在党内占据优势 而共和党人对拜登政府发起的猛烈攻击 也从未停止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格雷格·斯图布 在8月11日宣布 已提交针对美国总统拜登的弹劾条款 指控后者涉嫌 贿赂 威胁和欺诈等 斯图布也成为第二位 对拜登提交弹劾条款的共和党人 在他宣布弹劾前 美国司法部长加兰 在同日早些时候 宣布任命了一名特别检察官 来调查美国总统拜登之子亨特一案 亨特·拜登于6月曾同意 对两项联邦刑事税务指控认罪 同时就一项枪支指控 与检方达成协议 然而协议在7月的认罪听证会上破裂 案件陷入僵局 其实这就像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磨合 未来如果特朗普一旦胜选 我相信他也不会放过拜登 我们看到亨特·拜登 最近有达成了一个所谓和司法部 已经税务部达成了一个认罪的协议 一块叫做认罪交换缓刑 他承认他逃税 另一部分是针对他说 有毒瘾可是他有枪 然后根据这个所谓的认罪协议的这个deal呢 他说只要戒毒就没事了 因此这个王浩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这个认罪协议是很特殊的一种待遇吗 是因为他是拜登的儿子 然后现在又要选举了吗 确实这个所谓的认罪协议我们看到 很明显是象征性的 就是说没有对亨特·拜登 造成任何的实质性的惩罚 尤其是他最滑稽的一点是 竟然通过让他在逃税这方面 然后进行修正或者补足这个税款 来换取免于对他在未戒毒的情况下 非法持有枪支的惩罚 这个其实很荒唐的 因为这个罪是十年的重罪 是一个重罪 做十年牢的 是的 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会得出结论 就是因为他的身份特殊 所以《华盛顿邮报》说 这个几乎就是为亨特 夺身定做的认罪协议 他把他叫做Sweetheart 甜心 说太体贴地 违背了司法原则 王孟老师觉得呢 关于这个就是认罪协议 这个其实我个人的一个理解 它其实本身就是 美国司法系统里面 一个合法的漏洞 就是专门就是给这个 就是说国家政府 出于不管是维护国家安全 还是出于重大利益 在进行一个利益交换 这是一个常用工具 包括我们知道那个什么 这个成品管辖 美国经常干这个事 我FBI CIA 我认为你偷了我们技术 或者说你有不公平竞争 我有证据 我拿出来 你认罪 然后呢 你但是合作 你把你知道 我们还不知道的证据 你给出来 我就免于对你起诉 或者缓刑 可以做交易 这是他合法的 这本身就是设计了 这么一个洞 是不是漏洞 见仁见智 但是他可以这样 我觉得他就是说 实际上是体现出了 美国的 就是所谓的 伪司法公正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美国司法部长加兰 又任命了一位 特别的检察官 继续对亨特拜登的事件 做调查 那么联想到 马上2024年的大选 您觉得这个亨特拜登案 应该是不会被 共和党轻易放过的 那他有没有可能 真的在爆出一些 坑爹的猛料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 这个纽约邮报 曾经有报道说 亨特拜登电脑里 有一些接受 外国政府贿赂 这样一些资料等等 那么拜登有没有可能 为了让自己的 这个政治前途 能够连任的话 就让儿子坐牢呗 可能会成为 两党之争的一个牺牲品 他本人做的不好 方方面面的 包括现在传说 从乌克兰拿钱 对吧 不干活拿乌克兰的钱 那么这是一个 还有这个乱七八糟 其他生活方面 吸毒 持枪 这些东西 那么它本来就是一个 有争议的 甚至这个形象 不是那么好的这样一个人物 本身就是应该 受到法律制裁的 但是现在如果加上党争 加上这个共和党 要利用这样一些工具 来攻击拜登的话 特别是在推出自己的 2024年选举人之后 如果说真的拜登代表 民主党的话 我相信 他儿子这个事 肯定会 被抓住不放 发扬光大 另外就是 我们要考虑到拜登 他本人跟特朗普还不一样 因为特朗普本身 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 但拜登历来 他的形象是比较 怎么说呢 就是健康的 我们看到2020年的时候 为什么民主党推选拜登呢 就是因为 他跟希腊里不一样 他是一个非常正面的 这样一个资深的 政治家的形象 代表了所谓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 那么一旦 他的儿子被爆出来 或者因为各种违法的问题 让美国的选民 看到他的真面目的话 那这个对拜登的冲击 可能会比特朗普的 司法问题要更大 也是打在了 他的七寸上 其实除了 这个坑爹的儿子之外 外界对于拜登 也有一些争议 比如说他的健康状况 到底怎么样 比如说他到底有没有 具有领导人的魅力 包括他的很多 折中的政策 你觉得未来的 民主党的初选 和他的另外两位竞争者 比如说马里安威廉姆森 或者是小萝卜特肯尼迪 相比 拜登出现的概率大吗 述我直言的话 初步观察 另两位和拜登在一块 基本上属于陪太子读书 就像刚才几位老师说的 共和党不能失去特朗普 没法丢掉他 丢掉他的话 可能票着走 对于民主党来说 更是如此 因为他还不一样 他一个是守类者 一个是攻类者 守类者都是风险厌恶的 我在位的 我就是四平八稳 我把每个都赌上 有这个学者或者媒体在分析 说对于拜登来说 确实最好的策略 就是联手特朗普 先干掉德桑蒂斯 然后再跟他比 因为拜登上次 有赢得特朗普的经验 所以不管他本人 还是他的团队 他不触他 他有这种心理上的优势 但是如果对方 是一个年轻的面孔 这两个人倒是一上电视 电视辩论 那个对拜登就太难看 那两个人一在电视上 一出镜 水平哗 就投票 大上就投完了 这不行 跟特朗普这两个人 行吧 那就再PK一次吧 我再赢你一次 王河老师 就是我们都知道 拜登执政以来 他是奉行中间主义路线 那么他执政两年多来 他理想的是 我经济优先 我想搁置文化战争 这样的话动员 广大的中产阶级 都来支持民主党 那么这个路线 我觉得正确的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遭受了党内外 包括来自共和党的 各种挑战 但是2020年中期选举 似乎证明 拜登的这条路 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看到 在中期选举之后 拜登实际上 他在党内的地位 是进一步的提升的 所以我想 综合过去两年多来的实践 我想2024年 党内应该是 集体会为拜登背书 不存在他的党内的挑战 所以拜登是稳了 出现是稳了 那么接下来 他跟特朗普的 互相的比拼 是不是又回到了 2020年同样的戏码呢 那和当时相比的话 双方优势和劣势 分别发生了 怎样的变化呢 因为在2020年 美国总统大选当中 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 就是说 不是选谁做总统 而是想尽一切办法 要把特朗普选下来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 我们看到 正碰上了疫情 那么当时 这个作为候选人来说的话 拜登只在地下室 做了两次演讲 那么两次演讲 效果是一塌糊涂 他的一个支持率 不升反降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民主党的这个幕僚 民主党的这个竞选团队 就给拜登抽了主意 你不要说话 你不要说话 你牢牢是呆的 你哪也不要去 你带地下室就行了 你带到地下室就可能赢 所以这个战术来说 这个策略来说 你在这个2024年再用 不灵了 所以这次呢 2024年我相信呢 拜登可能会 这个展现他 过去四年 这个执政的这个成果 一个是在国内 包括经济方面 他这个数据还是比较好看 包括这个就业率 包括他这个GDP增长 增长率 包括限制通胀 它都有效果 所以他会拿这个说事 同样在国际上 加强对欧洲的控制 加强对北约的控制 同时呢 最近一段时间 也希望跟中国搞关系 所以他在外交上 也有一点点这个成绩 所以他会 拿着自己成绩来说话 同样 也可以告诉美国的选民 那么你再让特朗普上来的话 那你们肯定倒霉的 他会制造这样一个噱头 一方面他表扬自己 另外一方面呢 他攻击特朗普 这是腾建勤老师的观察 王河老师 刚才腾老师已经总结的很全面 那么另外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还要看 拜登的这个中间主义路线 在2022年中期选举当中 证明是成功的 那么如果这个趋势 能够延续到2024年大选的话 那么我们相信 拜登是有这个理由 继续能够击败特朗普的 那么特朗普唯一的胜算 就在于说 他的这样一个民粹主义的立场 还有他的这个基本盘 那么进行这个全方位的动员之后 能不能抵消拜登和他背后这个中间选民群体 或者一个庞大的这个中产阶级群体的支持 其实在2022年中选举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已经有这种选民的担忧了 对这个特朗普主义的影响 包括他所背书的国会议员 我们看到最终的表现都不是很好 那么这样一个潮流如果成为一个趋势的话 这个对特朗普是非常不利的 当然听听王鹏老师的观点 就刚才这个问题和2020年相比 如果特朗普卷土重来的话 他的优势和劣势与拜登相比 有些什么差异 我觉得我们可以历史的来看一下 就是说经济成平无事 发展比较好的话 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打外事牌 但是如果是出现了经济上动荡 那这个时候经济可能就是决定决胜负地上牌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他需要稳住中国 包括其他金砖国家 你们可以少量的以人民币结算 或者是第三方少量的搞一搞可以 但是你不能玩大的 玩大的这个对拜登来说 他可能会玩托 所以一定要把中国把这些国家稳住 到了最后的一年半的时间了 如果说经济爆雷 不管是因为美国和其他世界大国之间的 战略关系变动所导致的金融体系的变化 传导了国内经济爆雷 这个CPI暴涨 这个还是说跟大国无关 就是他美国自己 但他自己玩托了 产生了经济的大的变数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特朗普那就会 就会像去年一样 就四年前一样 拜登他没干什么事 他就坐在家里 然后就骂一骂 你看你不行吧 你经济不行 让我上来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他们攻守 就导致过来 特朗普就 他可以躺平了 你看你拜登 拜登onomics failed 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在8月1号做的这个2024总统选举周期的第一次的民调就显示说如果他们双双成为明年总统候选人的话现在43%的人支持拜登43%的人支持特朗普打了个平手那么剩下当然是中坚选民了如果要想赢得这些中坚选民假定这些铁粉是不变的话你觉得双方各有哪些关键的牌要打 对于拜登来说其实我们刚刚讨论了他的经济问题那么如果说经济按照现在这种趋势走的话他这个获胜可能还是比较大几率比较大的毕竟老百姓他现在比较关心他自己口袋问题 这个特朗普现在尽管很强势尽管面对的形式还表现出这种这个不在意的姿态 其实我感觉他的手段基本上已经用完 现在来说的话老百姓对他这种制造肆虐或者制造这个极端的做法这个选民确实只是基本盘没有太大变化 但是呢我觉得正在松动如果说在接下来这一年多时间当中真的一下垮塌了以后那特朗普整个一个共和党可能都会是一个失败 其实作为选民来说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拜登的身体问题 他的健康问题能不能再撑四年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过去这三年时间当中他现在已经晃晃悠悠的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假定这个2024年万一特朗普又一次这个输了 那有没有可能再次出现类似国会山骚乱这样的情形呢 我觉得作为民主党建制派也好甚至包括共和党建制派也好 我觉得应该不允许类似于2021年1月6号的事件再重演一遍 这样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对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发展还是它的国际形象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难以估量的一种打击 但是我在想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如果特朗普输了 而且他这个他的所谓的这些铁粉继续要想要搞些事情的话 那么民主党这边会不会这个一方面这个把这个大的局势控制住 在另一方面呢又允许他们在小范围内搞一场闹剧 这样的话进一步的把特朗普或者说共和党的形象进行一个打击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值得去思考的一个点 又一局棋要开始了 好 王文老师 上一次确实因为这个事没人想过 所有的全世界媒体都惊呆了 哇 还有原来有占领华尔街 现在还能占领国会山 不知道下一步会干嘛 但是民主党他如果上台 他肯定会提前会有预案 会做好这个 但是最主观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不要高估了特朗普的那个道德的 或者上限的或者他的这个 就是他应该是一个就是不见棺材 因为他是背水一战的心态 对 他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应该是这样一个 这个党争之下 这个法律正在被不断的武器化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美国 2024的总统大选 而在这个一系列的法律的大乱斗 也就意味着其实 选情可能会越来越扑朔迷离 而国家也会越来越被撕裂 但是老百姓的利益呢 却被这些政客远远的抛在了脑后 好 感谢三位嘉宾 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